大家好 很荣幸来到格子论道 向大家介绍一下表观遗传 我是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的研究员朱斌 那么大家可能首先会想问一下 什么是表观遗传 为什么这个表观遗传 我们的题目把它叫做基因组外的世界 基因组大家都很熟悉了 那么遗传我们也大概都知道 至少比如说我们每一个人 假如说有一些什么不太理想的事情 我们都可以至少抱怨一下 比如说想说我自己做 哎呀你看我长得不太好看 那是因为怪我爸怪我妈 这是遗传决定的对吧 因为我们的基因来自于父母 但是我们表观遗传指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当你拥有同样的基因的时候 它的效果也有可能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我们常常知道 我们每一个人 它的基因组都来自于父亲和母亲 所以我们的爸爸和妈妈 分别会给我们一套基因组 那么一个问题就是 爸爸和妈妈给我们的基因组 他们的效果是一样的吗 其实大概就在三个礼拜之前 我们家小儿子问了我一个问题 爸爸如果有一个受精卵 你把这个受精卵里面的细胞核给它拿掉 然后给它放两套 来自于两个卵子的细胞核放进来 它会不会活下来 能不能变成一个比如说胚胎 或者甚至变成一个孩子 我说其实你知道吗 我主要研究的方向就跟这个有关 那么我接下来就给你讲一讲 示意图的上方有一个比较大的卵子 然后还有一个示意图上面 一个小一点的精子 当然实际上精子的个头要远远的比这个更小 更加不成比例 那么一旦受精了以后 来自于卵子的DNA和来自于精子的DNA 它不会一下子就混合到一起去 它会变成两个所谓的圆核 一个叫磁圆核 一个叫熊圆核 这两个圆核在形态上是不一样的 所以如果在光学显微镜下 能够清楚地知道 哪一个是从妈妈那儿来的 哪一个是从爸爸那儿来的 那么因为能够做这样的事情 科学家们就干了这样一个探索 这在很多年前就做了 他们可以用一个毛细管 把它扎进去 然后把来自于妈妈的次元核 给它吸走 吸走了以后 它再给它放一个来自于爸爸的熊圆核 过来以后就想看 那这个小鼠就没有妈妈了 它有两个爸爸相当于 结果发现是胚胎自死 单熊生殖失败 两个爸爸不行 那两个爸爸可能比较傻 两个妈妈行不行 两个妈妈也不行 因为科学家也做了这个事 他把来自于父亲的熊圆核 给它吸走 再注入一个来自于母亲的磁圆核 这样的胚胎也是不能发育的 也是胚胎自死的 那我猜可能在这儿的 有些听众会觉得 哇那你这个拿着个毛细管 扎来扎去的 说不定扎也给你扎死了 对吧 但科学家之所以是科学家 就是因为他会做对照的实验 那么对照的实验是怎样呢 他用一个毛细管扎进来以后 把那个磁圆核吸走 把那熊圆核也吸走 然后呢 再又分别给他注入一个磁圆核 和一个熊圆核 这个胚胎是活的 可以生下小鼠 小鼠活蹦乱跳的 没什么太大问题 这个还多扎了两次都没事 所以不是因为被扎坏了 而确实告诉我们一个 非常朴素的道理 这个朴素的道理就是 我们既需要一个爸爸 也需要一个妈妈 那么这个我们从小就知道 但从科学的角度来讲 不是特别容易理解 因为我们以前知道这个事情是说 爸爸给我们一套基因组 妈妈给我们一套基因组 所以我们有两套基因组 所以我们就活了下来 但是在自然界 因为我们需要一个精卵 受精的过程实现这个 但是如果我们做一个人为的实验 像刚才那样 也明明都可以有两个基因组 为什么就不行呢 那么这个就告诉我们 因为某个我们不太清楚的原因 妈妈给我们的基因组 和爸爸给我们的基因组 不是完全等价的 那么这个涉及到什么呢 就涉及到一个经典的表 关于传学现象 叫做基因印记 基因印记指的是啥呢 我们人大概有两三万个基因 但是呢 其中有两三百个基因 是所谓的印记基因 之所以管它叫印记 就是因为它知道 自己是从妈妈那儿来的 还是从爸爸那儿来的 而印记基因 它虽然有两个拷贝 这两个拷贝的DNA 或者说序列一模一样 或者说呢 它承载的遗传信息一模一样 但是在我们的细胞里面 只有一个表达 或者说只有一个起作用 那么这个就挺让人感到困惑的 因为如果在我们的一个细胞里面 我们想要么有这个基因 要么没有这个基因 现在的情况是有 而且不但有 有两个 而且这两个基因 序列一模一样 但是呢 只有一个表达 另外一个不表达 那么我们传统上会说 一个基因的表达 需要它上游的调控因子 存在或者不存在 那么显然在这个细胞里面 这个调控因子是存在的 为什么呢 因为那个表达的那个 表达的好好的 但是另外一个 就算你有它的上游的调控因子 仍然是不表达的 为什么 这个就是一个挺困惑的事情 也就是之所以被叫做一个 所谓的表观遗传的现象 那么应激基因 在我们的基因组里 大概有多少个呢 有两三百个 但是有意思的是 这两三百个应激基因 在我们的基因组里 并不是散在分布的 它们经常扎堆 好多个应激基因在一堆 然后另外呢 当然有好多堆 也是这样才会有两三百个 我们就看到这个图上 有两条染色体 上面那个是来自于母亲 我们叫它母源的染色体 下面那条是来自于父亲 父源的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那每一个的小方块 就代表着一个基因 那么上面有的时候 我们看到标了一个箭头 就表明这个基因正在表达 或者说它在工作 那么我们注意到 比如说最左边的这个基因呢 两条靠背上都表达的 这不是一个应激基因 这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基因 我们绝大部分的基因都这样 但是再过来的那两个基因 我们就看到 只有母源的那个上面 画了一个红色的小箭头 但是下面复原的那两个 画了一个圈 一个杠 代表着它不表达 或者说不工作 那么也就是说 这两个基因 它知道自己只有 从妈妈那儿来的才能表达 从爸爸那儿来的 就算长得一模一样 不能表达 那么更有意思的一件事 是什么呢 这些应激基因经常扎堆存在 但是在这一堆里面 往往还有反过来的 什么叫反过来的呢 比如说右边的倒数第二个基因 那个基因你看到的 它是复原的那儿 有一个蓝色的小箭头 代表这个基因 爸爸来的那个拷贝 是可以表达的 但是来自于母亲的那个呢 上面有一个圈 一个斜杠 意味着这个基因 是不能表达的 那么这个基因 就是一个复原 特异性表达的应激基因 只有爸爸那儿来的才工作 妈妈那儿来的没有用 那么这样的一个事情 会造成什么样的 有意思的后果呢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这个 左边和右边的两个孩子 我们都能看得到 他们有特定的疾病 左边这种叫做 小胖威力综合征 右边这种呢 叫做天使综合征 但是接下来我想告诉大家 一个大家会可能 比较吃惊的事 就是说这两种病人 其实来自于同一个遗传加息 他们拥有同样的遗传缺陷 因为遗传性疾病 我们经常说一个加息里面 比如说外公有这个病 妈妈没有病是个携带者 但是外孙又有这个病 这是个遗传的加息 对吧 但是在一般情况下 在一个遗传加息里面 都只有一种病 但是这个遗传加息 它有两种不同的病 他们拥有的DNA的损伤 是一样的 但是结果却不一样 发生不同的疾病 为什么 那么这个还是因为 我刚才说的 因为有的基因来自于妈妈 或者来自爸爸 会不一样 那么我们现在知道 这个小胖威力综合针的那些患者 他们的缺损的那段DNA 来自爸爸 那天使综合针的那一段的 则来自于妈妈 那么为什么缺了同样一段 一段片段 染色体的片段 会造成两个不同的疾病呢 是因为缺掉的这一段 臭巧正好覆盖了 我刚才讲过的某一个应激基因的群 这个里面有好几个应激基因 就像我刚才讲 有的应激基因是只有妈妈那个才表达 有的应激基因只有爸爸那个才表达 那么在小胖威力综合针的情况下 他来自于爸爸的那条缺了 来自于妈妈那条好好的 但是其中的有一个应激基因 他只有来自于爸爸才能表达 来自于妈妈那条 虽然有相当于没有 因为他不会表达 也不会工作 所以他就相当于没有这个基因 所以就会得这种病 但是在另外一些孩子里面 他的这个缺损来自于他的母亲 那么来自于母亲这一段呢 我们刚才也讲过 应激基因经常扎堆存在 而且有的还反过来 所以在这里面 他也有几个别的基因呢 是只有母亲来源才表达 父亲来源是不表达的 那么在这些患者里面 他母亲来源的那条没有 父亲来源的那条有 但是不工作 所以相当于没有 相当于没有的那个基因 和那个小胖威力综合针的孩子里面 相当于没有的基因 不是同一个 所以他的表情也不一样 他的疾病的症状也不一样 当然他的治疗方案也不一样 那么接下来就想告诉大家的是 这些应激基因为什么知道自己是来自于母亲 还是来自于父亲 他们上面有什么不一样 那么这个就是所谓基因上面的表观遗传修饰的存在 那么给大家看一下这个 我相信很多听众都明白一个事情 就是说我们的基因组上一共有四个主要的字母 A T G C 因为这个在我们中学里面都会学 A和G是配对的 G和C是配对的 然后呢三个在一起 可以形成一个所谓的三连密码子 来编码一个氨基酸 合成我们的蛋白质 对吧 那么我想告诉大家的是 实际上在我们的基因组上 除了这四个字母以外 还有第五个字母 这个第五个字母 就是我们这个图上写的 叫做无甲基包密钉 那么左边这个是包密钉 就是所谓的C 那么右边这个叫无甲基包密钉 我们可以看到它几乎长得一样 唯一的区别就是在那个环上面 某一个地方长出来的一个甲基 对吧 那个甲基的存在 就使得它叫做无甲基包密钉 但是我们想要告诉大家 DNA合成的时候 其实并没有这个无甲基包密钉的存在 我们合成的时候 只有ATG这四个字母 合成完了以后 我们有酶能够在上面 进行一个甲基化的修饰 它有一个化学反应 把它催化上去 那么这个酶就是在这张图里面写的DNMT 就是DNA甲基转移酶 那么这样的东西这存在会导致什么问题呢 因为它有了甲基化就会导致识别它的蛋白质会有差异 有的蛋白质会选择性的识别甲基化的包密钉 也有的蛋白质呢 会被甲基化的包密钉选择性的排斥它的结合 这样的话就使得我们有甲基化的那个拷贝和没有甲基化的那个拷贝上面 拥有不同的蛋白质的结合 那么当然如果有不同的蛋白质的结合 就有可能造成不同的后果 或者说表达与不表达 一般的情况下 甲基化的基因不表达 非甲基化的基因活跃表达 那么刚才我已经讲了甲基化会调控基因 那么应激基因自所以能够知道自己是来自于父亲或者来自母亲 是因为他们拥有亲本差异性的基因给甲基化 换句话讲 在我们一个成体的细胞里面 有一条基因来自于父亲 一条来自于母亲 那么来自于父亲的这些应激基因上面 和来自于母亲的这个应激基因上面 甲基化的情况是不一样的 为什么不一样呢 是因为我们在精子发生和卵子发生的时候 建立的DNA甲基化谱就有显著的差异 精子和卵子的DNA甲基化组的状态是不一样的 所以它本来就有差异 而且这些差异中的一部分 是能够在细胞分裂的过程当中得到拷贝的 所以细胞分裂DNA复制 然后复制完了以后 原来甲基化的那些还会被甲基化 原来没甲基化的那些仍然不被甲基化 这样的话细胞不停地在复制 这个甲基化的信息却一直得到维持 所以就算我们到了成年期 我们这个细胞仍然知道 我这个基因是来自于爸爸的 因为我这个基因上的精子 这个基因的甲基化组的状态 是跟精子里面的是一模一样的 而另外一个基因知道 我这个是来自于妈妈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这个谱 是跟来自于卵子里面的甲基化组 是一模一样的 这个就是我们前面讲到的 那个差异的最主要的分子机制 是怎么识别的 还有一个有意思的问题 我刚才已经讲到 DNA甲基化的谱 它能够拷贝 那么这样的拷贝 是能够永远地忠实地完成吗 实际上还不是这样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图 在这张图上 我们有三条道道 那三条道道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染色体上的一部分 黄色的区域代表高度的甲基化 蓝色的地方代表甲基化水平低 最上面这一条是啥 是我们的淋巴细胞中的一种 叫T细胞 它是一个新生的婴儿的T细胞 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一段染色体上是一片黄色 说明是高度甲基化的 它刚生下来的时候 那么下面第二条样品是什么呢 是一个103岁的老人的T细胞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 它在某些特定的位置 出现了选择性的去甲基化 或者说那些地方变成蓝色的了 那么更有意思的是 下面的第三条 是来自于淋巴流的病人 或者说肿瘤患者的T细胞 我们看到它跟第二条像不像 非常的像对吧 它们都在同样的区域出现了蓝色 或者说选择性的DNA甲基化的丢失 只不过它丢的更严重一点而已 在它后面的机理是什么呢 就我接下来给大家讲 那么我们首先要知道的一个事 就是如果我们抽一下血 测一下我们白细胞的DNA甲基化组 这个是我们年龄最好的分子标志 测完了以后就可以知道你的年龄 正负三岁的区间 还是非常准确的一个判断 那么这个也就经常被叫做 甲基化的时钟 年龄的甲基化的时钟 那么这个时钟是怎么形成的呢 就是因为在衰老的过程中 我们会伴随着刚才我说的 DNA甲基化的选择性的丢失 但是不清楚的是 到底有一个去甲基化媒喜欢这些地方 然后把这个地方的甲基化给去掉了 还是说我们DNA在复制的过程中 要拷贝DNA的甲基化 但是呢这个拷贝不够理想 然后呢拷贝着拷贝着 慢慢慢慢就丢了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课题组 在几年前曾经研究过的一个内容 我刚才曾经讲过 我们血液里面白细胞有一个甲基化组 那么随着衰老的变化 我们的DNA甲基化 有的地方呢 随着衰老会增长 也有的地方呢 随着衰老是稳定存在 那么还有一些地方 随着衰老 DNA的甲基化会逐渐的下降 那么我们刚当时呢 做了一个事 就是说能够让我们在一个细胞周期 换句话讲 就是一次细胞的分裂的过程当中 能够精确的测定 DNA甲基化 重建的那个动力学的过程 那么在这张图上 大家能够看到三条线 上面的那两条线是啥呢 就是在衰老的过程中 DNA甲基化会增长 或者稳定的那些地方 我们可以看到 它们俩的 在一个细胞周期里面的 拷贝的曲线几乎是一样的 动力学过程 就是说速度建立起来是一样快 但是我们清楚的看到 下面那条红色的线不一样 那条线是啥呢 就是在衰老的过程中 DNA甲基化会逐渐丢失的那些地方 那些我们可以看到 在一个细胞周期里面 它都会明显的要慢 到最右边的那个时间点 就是说整个细胞周期 已经基本上完成了 24个小时的时候 它基本上追到了 但它没有完全追到 那么我们中国人 有一句老话叫做 失之毫里 谬以千里 你细胞分裂一次 你丢了一丁点 那么你分裂很多次之后 你就会丢掉一大堆 这个就有点像 给你一张文件 然后呢 你请您去复印一下 那复印完了以后 看上去总是差不多的 但是如果你拿复印完的 那个版本 再去复印一下 等到你复印一百次以后 你就发现惨不忍睹了 这告诉我们 随着我们的衰老 我们的表观遗传信息的状态 只会越来越糟糕 这是一个命理注定的事情 因为我们DNA假计划的拷贝 不是那么理想 不是那么绝对的精确 那么当然 从我个人来讲 我们既然已经发现了这个 在未来几年里面 我们非常希望能够 进一步开展研究的东西 就是我们究竟有没有办法 能不能找到特定的手段 去逆转 或者哪怕是减缓 我们这个DNA假计划 时钟的滴答的声音 如果我们能够对它进行干预 我们是不是游客的 会有一个更加理想的生活 那么这个是我们目前 在研究的方向 希望以后多年以后 说不定有机会 向大家回报我们的近战 谢谢大家